美方犯法国家安全概念 在拿不出任何政治的情况下 对有关的企业作有罪推定并发出危险 这违背失踪经济原则 暴露了美方所谓维护公平自由的虚伪性和典型的状态标准 也违反了世报组织开放透明废弃式的原则 中方队子建决党队 我们不愿意放一些人 认真倾听国际社会的声音 为各国市场重启 暂时投资金领 提供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性的营商环境 停止将经贸易政策 停止滥用国家安全概念 推行歧视排他政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